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就直到一天 一八年的一天早上 就是警察来我们家敲门 然后强行对我们家进行抄家 然后还把我和我奶奶 就是带到派出所 然后他们把我和我奶奶 就是分别关在两个房间 并且对我进行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审讯 从一早上到晚上 他们一直想逼问我 从这些真相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我就是我很害怕 我就不敢告诉他们 因为如果我一旦说出了 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会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所以我只好就是以哭 然后来拒绝他们的回答 我就一直哭 然后直到下午 下午他们把我的学校老师和校长找来 就是跟我说 如果我再继续发这些真相资料 他们就会对我进行 就是开除学籍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个时候我才十三岁 十三岁必问信 对 他们甚至还会说 如果你再继续的话 之后就把我送去那个少管所 天哪 但是 但是我还是就是 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 他们之后没办法 只好让我签说 这些资料是归我们家的 才把我放回去 我当时就只好签了 因为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觉得这孩子非常的善良 就是他自己签字 承担这个 就是这份责任 他保护去他 没有想到自己 对 你签了之后 可能更多的麻烦会找上他 是不是 对 后来这孩子 从那以后我就听 在那样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可怜 十三岁的小孩子 小小的年纪 然后把他单独关到一个房间里 然后去审讯 去逼供 这在国外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是犯法嘛 对不对 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学法练功 因为老师他们还会再继续问我的情况 可想来只这么小的小孩 经得起这种惊吓嘛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 当然是很恐惧了 带着恐惧 他就是想怎么样解压这个恐惧 他就拼命打游戏 就把这个方向 把这个学法练功放弃 转向到游戏里面去 就多打游戏 他就是解压自己的恐惧 他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 越打越疯狂 越打越疯狂 但是呢 家里的家长觉得他受到这样的惊吓呢 也觉得是很 对他也觉得好像是 不能管他太疑 让他去解压吧 让他去 就解压这恐惧吧 那越打越疯狂 达到最后就是脾气很暴躁 整个人都毕业了 就是当时的话 我认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 完全是一个男性 就男不男女不女的 就是剃了个平头 穿了个大T恤衫 就是反正是 就是一看就是 就是社会上的混混 就是 真的 对 所以当时就是 所以他爸看到这个情况就管不了了 就是还会摔东西 就发脾气 就说这很糟糕 后来爸都怎么样把他 能这个小孩这样下去的话就毁了 抓捕 逼供 威胁 让年幼的韦韦 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 他变得消沉 脾气暴躁 开始沉迷于电玩的虚拟世界中 在这适风日下的环境中 而随波逐流 威胁的出路在哪里 前途是什么 在黑暗中 他孤独的前行 后来就是经过美国的一个朋友 他爸的朋友告诉他 他说因为他爸妈是不修裂的 他的工作很忙 他也没时间 这么多时间经历管他 后来他就是说 一个朋友介绍他说 叫他想办法来神运 来神运的话 就小孩会变好 这样子 对 所以他爸就是去在大陆 就网站去搜 就是找到神运报名的那个网站 其实把他报了名 就把他带来考面试了 对 带来面试以后呢 结果你就可想而知 他这个这么个形象 对吧 一个踢个小平头 用那个拿不拿女不女的 你说那去考神运的录取 那个要求是很高的 那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录取 那就没有录取到不要 就是爸爸亲自带他过来 亲自带他过来 去考神运 对 去考神运 对对对 所以他爸是不修裂 但是他知道神运好嘛 所以他想去把小孩 送到神运去 结果他没考上 没考上 结果他爸觉得 带回大陆也不行 带回大陆小孩就毁了 结果在那恐惧下 他对他成长很不利嘛 他也就对他越来越变越糟糕 所以他就在堕落 就是堕落了在那个环境下 所以他就说那就想办法 把他留在美国托人带 他想托谁带呢 想托法轮功学业带 他觉得交给法轮功学业 才是放心 法轮功学比较善良 他说因为 他说交给别人怕被欺负了 所以他就是通过别人找到了我 那就叫我带他 当时我自己其实也很忙 我在法轮省出开了个服装店 结果他叫我去看第一密集的 接他的时候来我家 第一次接到他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不敢带 我这小孩我不能带 因为看到样子 你看起来就很难带 对呀 你看这现在不能 女不女的一个小平头踢起来 真的小平头 对呀 我跟他聊了几句话 他就甩头就走 男孩子的样子 就很想男孩子 就是我带出去 人家都说 怎么可以想象出来呢 对呀 人家说你儿子回来了 都说你的儿子回来了 我带到那个大子学法 小子学法去 人家同学都说 你儿子回来了 都是以为是小儿子 所以是很男性化的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情况 我就不敢带 我说带不了 这小孩不能带 后来结果他经常 他的那个爸一方的 那个说明 就他大陆遭受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听的就是 就是跟我家很像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儿子 也是13岁被迫害 那环节是很对的很不利的 所以我想 这是我的责任 应该把它带 对 就是怎么改变的 对 怎么改变他 我自己能力没办法改变 对 您刚才讲说 完全是一个小平头 对呀 你知道你怎么改变他 他现在完全是两个人的形象 对 怎么变成这么漂亮 是 怎么可以想象之前的 你所讲的那个样子 你想象不到 对 你想象不到 真的想象不到 所以当时我就说 这样的话我怎么带他 我想办法 我说只有带他学法 多学法 多练功 才会能改变他 所以我就每天带他 学法练功 当时他学的过程中 真是一直在 不断地改变 越比越漂亮 越比越 那头发不理了 就留头发 然后他就是越比越好 但是就很聪明的 他是很聪明 很当纯 其实本质是很好的 就是在那环境下 被那个环境糟蹋掉了 就给他开胯 就是要一起来帮忙 你是搞戏剧的 我也懂得一点点嘛 对对对 有些相通的地方 对相通的地方 给他一起开 那开到就是开到180度的时候呢 就是刚刚神医的招收了 跟明网上看到 那个他招收的通知 那我就给他报了明 报了明就叫他去面试 去面试的时候呢 郭向长说 你姐弟上写说 他曾经来考过 什么一个情况 他说你不说 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跟他完全那个人 完全的辟了一个人 他说盼落两人了 他说你不说姐弟 不说明 我们都认不出来 所以变化很大的 对 其实他 那怎么样 后来考的效果如何 结果呢 其实他的基本条件 第二次考试的 第二次去考 我带他去考了 去考以后呢 结果就是 按照条件是不够录取的了 其实 就是他 那怎么基本条件差 我看他的这个样子 不是外在条件 外在条件是很好 但是就是那个基本 那个那是硬度啊 那个暖度啊 就是那个基本功吧 那个对 他不够格的录取 其实是 那就是他说了一句话 让老师感动 就是说了他 说了一句什么话 对让他自己说 对 就是说你 你去考神运 最后的结果如何 考上了嘛 那他现在是神运的这个 对对对 舞蹈演员嘛 那怎么样 刚才阿姨说你 当时考试都说了一句话 说一句什么话 说一句话打动了老师 就是 就是老师问我 为什么来神运 然后我就说 救人 就是因为这句话 就是决定让我试一试 这样子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怎么救人呢 就是因为我在以前 我想和我周边的同学朋友 讲真相 就是告诉他们 法轮功的事实 可是呢 我一直不敢讲 因为呢 我只要一讲出来 就会面临被迫害 或者被退学 或者甚至被同学们歧视 或者是嘲笑吧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敢说出口 但是呢 既然现在来到海外了 我想考上神运 能够救人 珍珠女士 您再给我们众深地讲一下 这个救人的意义是什么 对 好 她其实说救人是有道理的 因为她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去带她去看了几场神运 那神运里面的节目 就有这个 就是那个法轮功遭受迫害的 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 还有那个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 有那些节目 她就看到以后很有启发 觉得这个神运是原来会告诉 全世界的人的真相 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 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经历 她觉得这个是 她对她这个神运是能救人的 所以她就是 自己就看进去了 所以她就要救人 所以为什么 这真的是 中共你看 不但是迫害法轮功 它是迫害所有的政教 也包括那个基督教一样 对吧 所以她其实 她是迫害所有的全世界的人 她是黑手 伸向全世界 你看以前活摘气光 把法轮功学摘 摘得差不多呢 现在就百姓也摘 什么小孩也摘 只要用得到气光都摘 她谁都迫害 所以说 她是黑手伸到全世界 需要全世界都跟 她想统治全世界 其实她的邪恶 她的用心 她的邪恶 她在渗透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但是我们神运呢 恰就是说 揭露她的 那个邪恶本质呢 也是向全世界揭露 对吧 都打得很红了 神运 对吧 那就说 像全世界 告诉全世界的观众 就是说 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唤醒观众的那个 那个良知 所以说神运是一个救人的 很好的一个利器 告诉人们世界和平 对 所以她就说 只有神运是 那里是能救人 所以她就说 想去神运 使得这个世界的人民 都遭受同样的这个迫害 对对对 她就叫大家认清 这个中共的邪恶本质 所以她要去那里 她是有道理 她就句话 就是两个字 就概括就是救人 所以说这个神运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遭受迫害 而是告诉更多的人 不要和你一样 遭受同样的迫害 是不是 美威 你在大幕 就知道神运是吗 是 喜欢跳舞吗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没那么喜欢跳舞 但是我喜欢神运 美威 来到了神运之后 那你感觉 这个神运这个环境 跟你之前的 在中国大陆的 那个学校 有什么不同呢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 我以前的学校 就是人与人之间 其实都处于一种 互相就是竞争啊 勾心斗角的 一种状态 有的人就是为了 自己的利益去争斗 然后呢 有的人他们会 就是为了自己 各种欲望 然后去争啊 博啊 然后呢 但是他们也 不是就是真心的 就是好好学习 认真的努力学习 他们会就是想各种 乱七八糟的事 但是就是来到神运 就是大家都很和谐 都互相帮助 就是我身边的同学 他们都非常的专心 然后非常刻苦 也非常单纯 就是一心想要 就是练好舞蹈 练好自己的专业 然后老师也会就是 非常的用心教学生 大家都是非常的就是 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吧 然后像我这种 就是基本功比较差 但是呢 同学还是老师都愿意帮助我 他们帮我压腿 然后帮我扣动作 然后有的时候老师 就是甚至课下 会帮我辅导一些 就是动作 因为我的起点实在是 比别人差很多 就是 就是 妹妹 孩子哭了 来 讲一讲 特别纯洁 我觉得这孩子 这神运的孩子 真是不一样 对 你看呢 来 就是 因为我的舞蹈 其实真的 我就觉得真的不够好 但是呢 就是学校老师 一直没有放弃我 然后一直给我机会 然后呢 就是实际地鼓励我 就是让我继续下去 就是 我就觉得非常的 就是感激吧 就是 感激 神运 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让我在上面跳舞 然后老师 也一直不放弃我 不管他怎么就是 说也好 然后耐心地教导也好 他就是 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我 就是 使劲就是从 不同的方面 就是抓我 往上提高 你说你的条件不好 是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上天给了我 就是好的身材 但是呢 我自己就是 我天生就很 比较硬 就是我的软度 没有别人好 然后 然后我也不够协调 基本功率要弱一点 就是当时老师 考虑到是他 这样的情况 回到大陆 是要受到这样的迫害 而且这个 这小孩子 回到大陆就毁了 所以说也是 在这个立场上 就是收了他 其实按照神运的 那高标准要求 是不够格录取的 其实是 对 其实他其实 其实真的很幸运 对 这孩子真的很谦卑 对 只要你努力 你一定是非常棒的 是 因为他的心非常脆 对 是不是所有的 神运的孩子 都这样子 他们 其实比我纯净得多 我得向他们学习 因为我的思想 我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思想观念很重 就是我对什么事情 像是空翻 我很害怕 就是我自己的思想观念很重 像有的小孩他们思想很纯呢 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一下就过去了 就是不像我 我就是又想这又想那的 就是各种思想 阻碍着我自己 太棒了 这就是你们修理人 像内照 是不是 我今天看到的 这个韦韦像内照 他一直在说自己 没那么好 那颗心非常纯净 他就是很真 很纯实的 他是 对 他不会说半点假话 是 对 在神韵 就是我们相处 其实都非常的融洽 同学之间有矛盾 就是也会互相的向内找 就是找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总是指责对方的问题 韦韦一直在很谦虚 一直说自己的舞蹈跳得没那么好 那你想今后把舞蹈跳得更好吗 有这个想法吗 有 因为只有跳得更好 才能够更有力度在神韵 在台上去做好我要做的事情 你除了这个主修是中国古典舞 神韵是中国古典舞 还有其他的课程吗 其他的文化课 其实跟外面就是也不会落下 就是比外面还要 就是比普通的正常学校 就是多了专业 像我是多了舞蹈这个专业 对对对对做了一个舞蹈 朱元朱女士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想您是每个的监护人 这个问题您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 在飞便大学读书的学生 他们每年要交多少钱的学费呢 一分钱不交 一分钱不交 对是一分钱不交 我没听错 没听错 这个话题其实我当时跟他爸 就算过这笔账 我说在美国纽约 技术学校技术学生 每年花费平均七万以上 如果四年高中 四年大学八年下来 就是要七八五十六万美金 对啊对折成人民币就四百万左右 我说这个是这么大一个一笔钱 不是谁哪个家庭能读得起的 读不起 对不对 读不起啊 我说你女儿能上到这个学校 真是你祖上有得呢 对吧 而且你看就是现在变成这么好 而且那是不要学费 而且待遇非常的好 他的住的吃的 住的环境特别好 吃的特别好 每年四季发的各种衣服 而且冬天大衣套装套裙 那大衣都上千块的 都是免费发的 而且呢还那个每个月 还给他们发几百块的 就是给他买零用钱吧 辅助金 对吧 他们都用不完 像他能还每个月存钱 存下来还给我们买礼物啊 给他父母亲买礼物啊 您是说这是飞天大学的学生 对 就是衣食住行全包了 全包了还待遇这么高 天下没有 天下没有这样一个学校 没有天上难找地下难学 对啊 那为什么 就是说飞天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什么 当时我记得师父 这个是师父在2004年 有约法会讲法里面 师父讲到这个话题 师父说 大法弟子的孩子 失去了亲人的孩子 我们不能不管 那是我的小弟子 你们的小同修 我这个当师父的 一直在想这个诗 我想把他们接到三三去 集中起来 给他们办学校 集中起来抚养 这是师父的心愿 哇 就是朱元珠女士 谈到这个地方 他热泪盈眶 那我想您的心情 非常可以理解的 法文大法师父 早在2004年 就是说在这个纽约法会上 讲法对所有的大法弟子 就讲过这样的话 对 就是把中国大陆 所有被迫害致死的这个 这个大法弟子的遗孤 就把他们收到美国来 然后给他们办学校 抚养他们 是不是 对 那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学校 办校的这个宗旨 这个目的 就是完全不是出于这个赚钱 我想可能像您前面有讲的 这段话说 韦韦讲的话说救人 对 是不是 这个救人的宗旨 对 这个我已经了解了 所以韦韦呢 虽然不是异孤 但是她还是迫害的其中一个 所以尽管她遭受的时候 条件不好 因为她有这个心愿要救人 一个是要救人 再次她是一个 要被迫害的对象 所以师父就把她留在那边 就集中抚养了 对 是一个道理 对 飞品大学 办的这样成功 培养出这样多的优秀的人才 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个遗孤 对很多 对 遗孤很多 但是现在不当遗孤 只有法轮功学院 她都往这里 都想往这里送 条件如果能达标 她能培养 能遭受符合的 都往这里送 哪个家长 哪个家长都希望 这一小孩上最好的学校呢 对对对 这是家长的心愿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她当时呢 她也要求也很严 要求也很高的 但是她有校规也很严 比方说你说 你如果做得不好 比方说你再看一些 不健康的网站啊 或者说你吸毒啊 比方说这不好的行为吧 那上上也是要开除 也不能让你留那里 也不能让你坏习惯 那里传染给别人了 就是因为她有校规 也很严的 听说他们要求的 对要求也严的 对 但是对想出来的人才 都是严重的 她是绝对小孩子 让你健康成长 健康成长 不健康的 不搅洪水 那也不允许 肯定是要让你 无条件的退学 因为你在那边 没有按照校规的规矩走 对吧 你做一些不好的行为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那还有一个 我想请问 就是说维维 毕竟是 就等于说 寄托在你这边嘛 你是她的监护人 那后来家里边呢 这个父母啊 家里边的亲人 都有来看望你吗 有 就是她在去了 上了神运以后 半年差不多吧 她爷爷跟爸爸就来了 她亲自要过来看看 到底怎么样 后来过了以后呢 就是看到她 告诉她爷爷要来 爷爷爸爸要来 她就是买了一些礼物 就是叫爷爷带回去 给奶奶呀 给妈妈呀 就是给她家里的亲人 把这礼物 交给她爷爷手上 就是她爷爷 看到她那一瞬间 爷爷就哭了 是啊 对 爷爷就是 握着我的手 她说阿姨 她说这个小孩 壁画太大了 怎么壁得这么好 又漂亮 又懂事 怎么壁画这么大 她说谢谢 她非常感谢我 当时我说 不是不要感谢我 真是去了神运 神运改变了她 法轮大法改变了她 对 我说不是她一个能改变 是要去了神运的人 各个都在改变 一天一个一样 一个星期一个一样 对 所以说她就是 她爸爸和爷爷 她说 哇 真是名不虚传 真是真实介绍 在她眼前 真实介绍 我的孙女 壁画这么大 真是法轮大法 她就说她不修裂 她爷也是不修裂的 她就说法轮大法 我回去要告诉别人 法轮大法好 神运好 所以当时很感动 我看到一个大男人都哭了 我当时我也哭了 很感动的 就是真是神 对 就是整个爸爸 这个 爷爷 这个爷爷 看到了这个前后的变化 变化这么大 整个是 就是孩子变化可能太大了 从那个像一个小男孩 然后变成那个 平平欲立的一个大姑娘 对 非常美丽 对 这个孩子 对 眼睛又非常的纯洁 对 我刚才看她掉了那一滴眼泪 我就看到她那个眼睛 哎呀 水汪汪的 然后她那个眼泪是发自内心的 她是心里很感受这个的 维维在神韵艺术团 找到了生命全新的起点 在这里 她不仅学习到了精湛的中国古典舞 更领悟到古典舞身后的文化底蕴 与她的艺术使命 在神韵这个大舞台上 维维用舞蹈向人们传递着真相 她的舞蹈不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更是一种心灵的呼唤 中共把一个纯洁善良的孩子 这个迫害成一个道德下滑的人 那神韵呢 又把她培养成一个纯洁善良 有爱心谦卑的这个孩子 一个舞蹈明星 那维维 节目快结束了 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就是在中国大陆不敢说的话 就是既然我来到神韵 然后我还能作为一个舞蹈演员 我希望能够通过神韵 能够向世界讲清 就是法文大法被迫害的真相 希望世人能够明白 不要受中共邪党的欺骗 能够了解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 也希望人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同时也感谢美国政府能够提供 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有信仰自由 能够让我能够在这里健康地成长 雷雷希望你今后把舞蹈跳得更好 做神韵的中国古典舞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好吗 非常感谢朱元珠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 也非常感谢这位纯洁的小天使 韦韦上午的节目 好 那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 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项最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雷雷雷真黑染发护发乳 无重金属 无胺水 无有害菌 去取草本精华 染发护发洗发同时完成 染色后的头发发指自然柔顺 色泽亮丽持久 日线电话888-618-9296-646-883-0618 明镜与点栏目